白河觀子嶺泥江溫泉遠近馳名 附藏在枕頭山地底的石灰礦 也是過去蔗糖製成重要的原料 一群在地文史工作者組成協會 打造了白河石灰產業文化教育園區 未來渴望成為新亮點 雖然是假日 不過一大早 一群由在地文史工作者組成的 電載口文教協會的成員 就來到白河石灰產業文化教育園區整理環境 因為這個地點 一兩個月前 還是一片荒蕪 透過協會的努力 近期設置裝置藝術 揮搖巨人 打造成新亮點 附藏在白河枕頭山底的石灰礦 更是過去蔗糖製成重要原料 而白河先朝裡至一九二三年開礦之後 全盛時期有六間石灰工廠 全臺之冠 但隨著環保意識抬頭 政府一九九一年 禁止繼續開採石灰 留下的運輸工具流龍 清片車已不復健 為此在地的電載口文教協會 為了要保留歷史記憶 將扮山腰移出閒置空地 打造成白河石灰產業文化教育園區 透過台南市府突發局 綠色區培力計畫補助 目前 石灰文教園區也踏出第一步 雖然目前覆利不大 但未來二三期營造 將以維護現存救揮窯安全 觀賞性為重點 使園區內容更豐富多元 記者從政衡 攤報道